王胜威月底就要去考试了,李温延那边的事情需要先解决掉。 沧修玄要去黄田县解决李温延的身份,他自己也需要换个身份。 黄田县李温延故居,周围监视李温延的人依然还在。 院子里,扮演着李温延的人正躺在摇椅上晒太阳。 沧修玄在高处远远地看了一眼,转身离开。 输夜,一场大火惊醒了周围的人。 等到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,已经来不及了。 迅猛的火势已经吞噬了李温延的整个宅子,根本无法扑灭。 当地官府听到这个消息,人人自危。 县太爷早上起来的时候,听到这个消息,脸色吓得煞白。 现在,现在情况怎么样了?李大人找到了吗? 回大人,大火烧了一夜都还没灭,没有人敢进去救火。 李大人怕是凶多吉少了。 现在看到被大火复制一句的画面,县太爷心里是五味杂陈。 看到被烧成这个样子,他也知道,这件事已成定局。 天快黑的时候,火才熄灭。 周围不少刚刚发出来的心芽都已经被大火烧起来的温度烤死了。 一座人人羡慕的大宅子,就在一天一夜之间化为灰烬。 县令不敢有一丝松懈,接到消息就赶紧带人过去了。 靠近火场,瞬间就能出一身的汗,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。 牙医们咬着牙在里面搜寻,没有找到任何线索,但是有一些痕迹。 大人,火势太大,里面的人应该都烧掉了,我们在里面没有找到一个人。 尸体都没找到吗? 李温严这里除了他自己,还有负责伺候他的下人们,全部加起来应该差不多有十个人左右,怎么可能一个人都找不到? 牙医们均是摇头。 除了厨房里的炊具之外,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烧化了,瓷器的碎片到处都是,根本找不到一样东西。 我们猜测,尸体应该已经被烧成灰了。 再去里面找一遍吧,看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东西。 这场火到底是意外还是人为,我们都最好是能有个答案,不然上面问起来,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。 李温严不同其他人,他是皇上身边的官员,虽然告老还乡了,但是皇上的口谕在那边。